Lio聊四季 天天有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曲折羅人對上修仁 昨天由於太累的關係 有點爆幹是受不了 嘴破又非常嚴重 所以決定還是休息一天 今天會上兩部影片 今天這場比賽是曲折羅對修仁 修仁的話他的名字在這邊是修仁 平常台灣人不叫修仁 有點簡化掉這個名字 修仁現在這個版本 雖然是非常弱的 這個文明很多人都會去推新手去玩 因為他不用蓋房子 所以很推薦新手去玩 但其實修仁我覺得 不去練習去蓋房子 反而是更難練起來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玩法太特殊了 一開始有木頭雖然會少100 自己的木頭量會比較少 所以造成一開始能下這個伐木場 魔廠這些也是後期的 雖然看來流程也是這樣子 就是要去改一下流程 所以就會變成你練好了修仁 你再去練別的文明 這個流程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修仁對新手來說 可能就是對沒有玩過的新手來說 是不錯的選擇 不用蓋房子 但是真的要去練習這個遊戲的話 我建議還是去玩個波斯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流程會比較正常 然後可以訓練自己不斷村 波斯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修仁除此之外 他除了可以不蓋自己的房子之外 他可以再讓這個馬弓喔 非常便宜 然後地龍時代喔 這個八折的一個馬弓 所以喔 他這個馬弓 很多人喜歡在城堡時代打修仁馬弓 所以基本上喔 我每次在TNT看到馬 那個兇人喔 第一件事情喔 就是申請戰錨 然後狂按戰錨 然後再去生一點 生女出來喔 就可以坎坷了 因為你出戰錨 對方你會出騎士嘛 那你出生女的話 這方騎士就不敢陰上你的戰錨 那你戰錨就會有效克制對手 那你在後期喔 再轉一些騎兵出來 去戳這些常常 去戳對方的一個騎士喔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兇人來說喔 也算是比較好克制一點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打法 他基本上就是 寶兵 加上蠻弓喔 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會出來了 再不然就是打蟲車啦 不然就遊俠 那這些東西喔 你只要出戰錨跟擊兵喔 就可以擋住了 所以兇人來說 新手去練 確實是好練喔 但是也是相對 被容易針對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驅著羅人喔 其實羅人這個文明 也算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他的這個文明特性喔 是我們新版本裡面 很多人都討厭那個文明 好 他的一個特殊能力喔 可以讓這個 豬喔 跟羊 可以續養的動物喔 到這個模仿裡面喔 在裡面 產生許多的食物出來 然後這個肉 就會這樣一點一點的 慢慢跳上去 欸 184185 慢慢跳上去 就有點像是 肉版的遺跡的概念喔 可以產生非常多的肉量 那我記得好像是到 27分鐘之後 才回本新肉 所以驅著羅人 你可以說他前期 算是烈士喔 也不是 我覺得也不到烈士 因為他一開始會送 兩塊果子喔 那每個果子喔 也可以吃非常多的肉量 125 所以就是 兩個果子 就是250肉 所以就變成說 前期驅著羅人 一定要去吃這個鹿肉 才可以補齊他前期的 經濟烈士 那有一些玩家喔 前期會比較卑鄙喔 所以一開場 就會拉一村喔 然後到前面去 射人家的路 但這個 住法有點危險 我覺得是要拉兩村比較好 因為一村的話 如果被對手的騎士 刺猴 被刺猴抓到的話 雖然只有二攻 但是還是有可能 直接硬卡會被砍輸的 所以 你最好是拉兩村去前期 去對面射射 做完射射的事情 就可以 直接吃個鹿肉 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雖然比較卑鄙一點 但是 這個做法 嗯 比較 怎麼說 有點被驅著羅人玩家 給克制住了 如果他 發現自己的鹿肉被射了 會馬上拉四村去蓋模仿 然後全部的人 不吃家裡的 果子 跟豬肉 豬肉可能還是會吃完 然後全部去吃外面的野肉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 玩驅著羅人 被針對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 去反制對手 那自己的經濟 也不會傷到非常嚴重 還是可以補一點肉 好 兩邊都要到這個 空間時代 這邊稍微卡位一下 讓對手 沒辦法蓋 好以上空間時代 直接硬敲 好這時候伺候已經變成武功了 哇 這邊細節操作 好這邊想要隔位 這裡想要圍起來 想要學viper 想要學viper 並不是劍龍命的事實 哇 你們就知道這個viper 平常這個手術秀是多快的 平常的玩家 這是死一層正常的 平常看viper這樣秀 都覺得自己不正常 欸 這邊 回頭硬打 好這邊幫忙直接消失 這邊 伺候血量是比較多一點 70滴血 好 如果說伺候的一開始優勢 到封建時代的一個好處 就是這樣子 放封建時代也是會加兩攻 然後 但是喔 這個屬性還是可以克制對方的伺候 對 其實我論文會 為什麼會這麼強 因為他前期的一個效果 還有他後期 這個薩地利的這個難力 可以讓他 產生一大量的軍隊 好 直接射射 可以射掉一村 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OK 射掉了 沒問題 我們這一村要被村民打死了嗎 女村民追男村民 世界奇蹟 這個叫世界名化了吧 我看你媽要追多久 他不追好 可是我就是 就會想繼續追 但是沒有辦法 這兵建已經看到狗屏進來了 他就繼續追可能會出事 好 高兵去著羅倫這邊出好 但因為這邊是前置射箭場的關係喔 這邊技能非常快速 哇 這邊剩3滴血喔 他被射死 他這邊有點小小高地喔 有點麻煩 但是高地喔 可以用這個射程 可能操作我去處理 喔 閃值了 有點慘 這可能要死了 完了 死一村 這隻 再回頭射一下 好 把殘血的村民往後拉 這邊世界有在做喔 好 那這邊 去著羅 可能要找機會 去點下一級 防禦喔 不然就是要全按這個毛兵喔 沾弓兵的話 可能會出事 死了 好 這邊獅頭可以上去硬拋 然後光滅全部往前拉 OK 這個操作還可以喔 雖然自己的獅頭也要倒了 有點可惜 好 最後一隻往左邊跑 這邊應該是有意識到 欸呀 這邊沒殺到 有點可惜 好 這邊來阻止喔 有村民來蓋房子入口 好 一直去打工地 一直去找村民 一直去找村民 怎麼加速一下 看一下之後到底有沒有去到 好像沒有看到 好 最後公司看起來是這樣子了 來 這邊躲在這個宅口 哇 這裡居然還有個洞 哇 結果還是抓包 尷尬 村民很生氣 直接出來想要扁那個毛兵 這邊偷渡大失敗 結果還是抓掉了 好 兩邊都開始圍家 那區特羅這邊圍的範圍非常大 好 直接圍一個 摸字形 來 等一下 比較惡毒 小小的攻兵 那刺跑也快要進 好 場邊都頂到城堡時代 底下城堡時代 兇武是選擇開PC 放入這邊請城堡時代 騎士出來硬砍 直接砍掉所有的毛兵 打開所有的毛兵 打開 沒問題 還可以 我們要去 怎麼回到這邊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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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還是有點痛 讓我去休息一下 不然我覺得我這個點破 讓我有點難受 呵呵呵 好 看起來 普通我還是要打這個馬功 馬功 馬功 想要加上森里 嗯 這個做法 不錯 用於 可以招握 然後馬功 可以 要是用過多的話 哇 結果這邊刺法還是收掉 呵呵 好 這個曲折羅倫前置頭子車 頭子車前置 但是這邊只要洗漆出來 那邊截掉 這個頭子車我還是要買給你 裡面也沒有生女 這個為什麼頭子車要搭配生女 就是裡面 好 截掉頭子 截掉這個頭子車 這個曲折羅倫最強的單位喔 就是這個 斯里頑姆殺騎兵 我們是唸他們的路線才唸 斯里頑姆殺騎兵 我們都解稱殺騎馬 因為他是馬 然後後面這個門子有一個殺騎兵 叫殺騎馬 比較好唸一點 那這個單位喔 是比較特別 他可以有效的 他可以吸收箭矢的一個特殊騎兵 他是可以吸收箭矢的一個特殊騎兵喔 等一下像這個TC進去喔 被射到之後不會扣血喔 不會扣血喔 很神奇 因為他會有這個CD時間喔 可以去 增加這個CD 然後陪狼自己 回復這個CD時間陪狼自己 陪狼自己 陪狼自己 那我印象中喔 他是一隻章可以躲四發箭矢 那只要CD時間一好 又可以再陪狼 就這個進去想的時間喔 會有效用 所以如果說 只要四刀 就可以吃掉一隻馬弓 看起來很高 那所以現在匈奴 完全被克制喔 自己的馬弓戰術 會被這個司力王傻騎馬 直接吃掉 然後又會被 對方莫迫也吃掉 所以現在只能解法 就能出這個 朝鑲兵喔 總手 就是賈狼的時候 抢狼兵 抢狼兵 效果不錯 直接印象到的非常多 是沙欽馬 沙欽馬死傷慘重 哇 很慘 真的是巨慘 那騎士喔 沙欽馬也是 害怕的騎士喔 因為他基本上 傷害只有8滴而已 8攻 然後血量只有75滴血 然後進防士兵 然後我們其實是 100滴血 攻擊力是10 所以整體而言 沙欽馬最好的配置喔 是出這個 駱駝 然後殺騎馬 然後再加封兵喔 那奴兵的話 是來設這個 長槍兵用的 所以這邊 蜘蛛羅倫的打反喔 這邊是 搭配這個軟反 封兵的話 可能可以逃避喔 蜘蛛兵去測試 這個長槍兵 不然因為這個 馬去印階 是有點難打 好 現在 蜘蛛羅倫是沒辦法 脫離掉蜘蛛兵 好 請稍微聞一下 一聲都還送掉 中間蓋一下城堡 好 好 中間蓋直接過來印出 好多 雞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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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嚇ando 雞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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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到底要怎麼打 七個羅人 因為七個羅人上帝龍時代的話 還可以再出那個 六環童子 還是九環童子 那個人型奴炮 可以出這個人型奴炮 來打這個 這個環刃 環刃頭子手 打這個設定很好用 但是他有點怕弓兵 所以戰矛如果沒有支在一起的話 其實戰矛是可以稍微反擊一下 環刃頭子手 所以長上兵這個效果 所以在乘出有效可以克制對手 所以上到帝龍時代的話 對方開始出這個環刃頭子手的話 長上兵的一個效果 就可以這麼好了 好這招之後我們可以上到帝龍時代 這邊有兩個城堡 都蓋在中間這個高低 好這招 好這招兵兵點下了頂種 看來還是要來打馬 如果是打馬的話 對手去的羅倫很簡單 所以他出洛頭 就能搞定了 畢竟自己還是有這個重裝洛頭 可以特殊 哇 還點一下這個銀貫掠奪者 稍微來點一下這個銀貫掠奪者的能力 這個應該很少見 這個是可以讓其 在這個馬修單位 馬修裡面喔 生產自己的UU喔 所以他這個UU喔 是這個 哇這個要怎麼樣 怎麼樣 他的這個寶兵喔叫做 達拉漢騎兵 那這個達拉漢騎兵算是 騎馬的劍友 他拆建築物很快 那這鈕 拆建築物也是下不快的 這邊 這邊採這塊農田 這邊找到飆飆了 然後拆他就直接出去 開拖 在這邊 慢慢投資獸 直接解掉 好 這裡有一隻 草莓兵 哇 拆掉這弱頭 很賺 是我以獵 我也想到這裡怎麼會是草莓兵 好 到地獄時代之後 巨型王自己開始打起來了 看是不是這邊 揪入自己的 打 和騎兵 還沒有好 打到和騎兵服務之外 他的能力喔 遠防是非常高的 基本的遠防 就有三了 到了三級馬鎧之後 還可以再加二 所以遠防有七喔 所以這個老鷹的 防禦 有點 有點不分創效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他到地獄時代 才可以升這個金隊喔 血量才可以再加50B血 可以到170B血 因為游瑕是192嘛 他170B血 那我防還有七 所以他拆城堡啊 或是提示喔 效果的速度非常快 但他本身就有抗箭矢的效果 雖然基本上是低了一點喔 但是 後期喔 還是蠻痛的 尤其是拆動箭矢 好 那這個 達拉和騎兵 也是蠻能克制對方的 還人頭之手 雖然還人頭之手 是近戰攻擊力喔 他的四次近防 所以這邊 被串燒喔 還是有點痛 但是血量多喔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他胸部的城堡要掉 三巨頭 沒人擋不住 好 直接上來 起來一拆 直接敲村民喔 這邊 這邊抗電池的效果還是不錯 出來是不是出來 說得痛 好 如果是TC的話 就沒問題喔 因為TC攻擊力比較低喔 傷害只有5加1而已 所以基本上 這個 達拉和騎兵 有一滴血而已 所以那來拆TC 效果是最好的 越奪TC 跟史詩一樣 凶如打TC 效果很好 騎鬼村莊的滅滅性打擊喔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啊 不要緊 是因為打他和騎兵 反論投擲手 是特製呢 哇 洛鎖有點多 再來屁股羅還是要打洛鎖 這邊萬人挖金還是在挖 但這邊太多村民了 好 上面看起來沒有礦牢 這邊是多的礦缺 正面大量路 直接上來硬頂 就是我的 反論投擲手 對這個 槍槍兵 造成大量的傷害 直接閃 閃光 反論投擲手 直接被 打洛鎖 直接硬騎 有點傷 哇 這個正面太強大了 但是 加上城堡3號 還是勝利 吃掉了這些兵 哇 正面看起來 有點難打了 有點 受不太了 好 哇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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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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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攻速又快 四隻喔 就可以幾乎造成一秒打一百滴的傷害 那只要一分鐘喔 就可以把那個城堡子拆掉了 好這邊直接斜上來 那這邊匈奴可能要趕快去給那個三級弓 反正投資的喔他是拉達 人形奴炮 拉達就是比較強 直接搜不了搜村 搜人形奴 這邊中間雙寶 給人傷害太大了 這邊算是有這個箭矢的防禦加強 但如果在旁邊卡 也是有點射不太陽 這邊匈奴真的是有點在送 好這座城堡 哇快被拆掉了耶 哇沒有人在修 這四隻難道能拆掉城堡嗎 四隻行鷹拆城堡 這種世界奇觀的畫面 真的要出現了嗎 看來還要出現 好最後已經看到了 抽猜 抽一名兩隻猜猜 這邊 公民把這城堡打掉了 烤箱兵 這邊被弩炮擊退 好這邊躲射孔中研發好了 可以射到這個城堡最下面的騎兵了 這騎兵就終於不能在守勢了 好上面這邊秀個操作 欸這邊沒看到 我們倒帶回去了 雜瓦路 好 看一下這邊 回到剛剛這邊戰場 正面這邊突襲 怎麼打怎麼打 直接開始拉打 後面開始串燒 哇這邊 反任投資手 直接串燒掉的時候 長長兵 後面要補的第一波 他是分波進場是不是 也沒有分波進場 就只是任何送兵而已 哈哈哈哈 哇鄉主這邊有點虧啊 好 反任投資手 打這個巨頭很快喔 有沒有 因為他是近戰單位 他是不西門房的 所以只要上來 只要硬點就可以點掉了 哇這跑得快 又可以這個擴散傷害 反任投資手 就是這麼的強 好上面這個城堡 也是持續的在打 好 當然是這邊 匈牧的寶兵 Yu 打了和騎兵 直接上來硬騎 這部巨頭司機 可以全部騎掉 所以我的 反任投資手 疊除到城堡裡面了 這邊有點怕這個寶兵喔 所以有點危險 好 這邊騎兵 團隊直接上來硬騎 正面 匈牧打得越來越好了 看一看你怎麼看到問題 只要不送兵的話 收入優勢是很大的 進這個 一隻 一隻 一隻血量171血喔 還是處理的不太好 重點是 這個造價很平 只要60黃金而已 我們這個騎士喔 省15塊 血量又多 又難處理 好 兩邊打得有點 頭破血喔 雲頭司機 可以摻 好 那順便講一下這個巨型頭司機的能力喔 匈牧的頭司機的命中率 好像會加30% 所以通常巨頭 互相投擲的時候 這個匈牧 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 所以我們就上來戳上去 但是這邊喔 人型奴套 直接把大量的場景給堵掉 好 匈牧這邊一直在送兵 可能是在控起來的地方喔 控得有點不太過來了 這面的巨頭都要被拆掉了 神寶沒拆掉很可惜 中間這塊地區搶不下來 這時候全部轉出了大肉馬 看起來自己有點情況不太夠了 肉量還是蠻多的 63片田 上面這座城堡 不用帶巨頭 都拆掉了 看起來 匈牧一直在騷擾屈牧人家裡喔 家裡到處都是屈牧的一個 匈牧的一個騎兵的屍體 一直騷擾屈牧人這邊 但是屈牧經濟還是不錯的 雖然自己的資源過程不太多 好 打量洛馬 直接上來硬騎 但是洛馬還是被洛可及時喔 洛可注意的很及時 好 下面這邊有 一些騎騎兵在偷拆 這邊是村民 好 這時候大吉便中的升級好了 現在開始變成垃圾大戰了 騎兵加上洛馬的戰爭 更多洛馬抓了自己拿來 開始在騷擾 那麼三級中的洛馬傷害是蠻高的 我們前面有十一喔 踩四刀 一隻村民就要倒 四隻在開戰 有點難掌握住鏡頭 好 正面上來這邊通圖 這邊有弱頭防禦 弱頭直接死掉所有的肉馬 好 那個村民手 這時候也已經精銳了 攻擊一六加了 好 吉兵直接無視城堡 直接往裡面走進去 那匈牧雖然有吉兵 但是沒有三級的板甲技術 所以這個防禦會稍微弱一點 是蠻害怕TC這個傷害的 好 那這邊匈牧雖頂出 更多的軍兵頭司機 要來對城堡進行進攻喔 那這邊環雖童子手都走得過來 你要怎麼撿 你現在這邊打不太贏 這裡CC要撞掉啦 那這邊有更多肉馬 殺了進來 鏡頭被拆光 生命打不贏 弱頭很煩 怎麼辦 喔 不然有點多啊 這時候去問算 村民術是領先的 但村民術要越少 走114村 村民術也不是太大問題 還是可以按出來的 哇 更多村民走進來 但是我們肉馬一直在繞 正面區的羅蘭一直在進攻 正面區的羅蘭很強 村民這邊努力在抵抗 哇 來到了86片農田了 匈牧這邊爆產肉量 村民處一直保持在一個不錯的數量 一百八七個人口 村民 村民沒有在暗 但是這個 牠一直在一直都有 好 來看一下這邊 村民宰國 只要處理掉非常多的弱頭的話 就還是有機會打的 哇 下面這塊地區 金礦也被搶下了 屈子羅這邊稍微占到一點優勢 這邊的匈奴還有機會嗎 那一撮 來 這裡沒空 人形奴奴都送光了嗎 哇 這個人形奴奴適當一掃 屈子羅的阻力 就要沒了 有點慘 還被拆掉 好 但是駱駝一過來 這邊的單位全部 就是 超賽 站起來一村 好 下面又拉了一堆奇兵 過來去搶這塊黃金 最後的黃金爭奴戰 還有這一塊 這塊有機會就來挖一下 目前喔 屈子羅現在在靠駱駝在生活 如果駱駝沒有了 屈子羅可能可能就要 倒地了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好 我自己的駱駝 這邊駱駝 遇到奇兵又是難打 奇兵又要靠人形奴奴 那 人形奴奴又要靠駱駝防守 但是互相克服的關係 好 這邊又把駱駝踢回去之後 奇兵在裡面都要在幹嘛 開始來送 多 到處都有兇魯的農田 兇魯的農田是不是有點多 哇 剩下 共享金礦 昨天忙一兩天喔 看到萬元康伯寫著共享餐廳 有點搞不清楚什麼是共享餐廳 好 不知道你們觀眾不知道 共享餐廳的第一次什麼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 這邊他們在共享情況 兩邊村在互相挖這塊情況 有點慘 好 感覺雀儯的路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更多的兇魯的肉開始爆出來 喔 三級 雙人巨也點下了 那這樣子喔 兇魯的一個 木桶 就可以比較少人去挖掘 可以採出更多的肉 可以爆那個肉嗎 可以 哇 正面大量的兇魯蟹被抓爆 取得我兇魯蟹降至其他一百吋以下了 更多疾兵過來 直接搶這塊金礦 兇魯蟹降至剩八幾吋 但是上面有更多的單位 但是這邊疾兵已經給上 又來增援了 但是以家裡驅逐羅倫 造出八滴兔村 十加七幾吋 直接重創 剩七十二吋 這邊這個金礦也拿不下來 這裡也是 上面這塊金礦也是 金礦全部都被兇魯蟹 躲得回去 好 這邊起兵阻止對手 直接來一個深入 那這邊直接斷 斷魔防 好 還有幹什麼 還是有想讓兇魯蟹的意思 好 那這邊黃金開始多了起來 匈魯蟹會出什麼單位呢 我覺得還是會推出寶兵 下面這塊金礦也快挖完了 七六五四三二一 挖完 收工 下面金礦可以爭奪結束了 下面就知道 洛琢跟馬直接送的差不多 好 這邊努力 防守 金礦區 但這座城堡 啤酒沒拿下 對兇魯蟹來說是很傷的 拿出巨頭拆一拆 還是有機會 但是 又問黃金見底很久了 一百多黃金 能撐到哪時候呢 匈魯挖到的黃金 全部投資到了 這個劇情投資機上 四巨頭快要直接拆掉 三敵射野點 開始來增加技術科技 好 更多洛瑪 就站到了 匈魯挖家裡 匈魯挖家裡一直不為好 一直有動用 對方磚 很傷啊 要一直花精力去防守 好 但是這時候 匈魯挖 匈魯挖也受不了了 直接到裡面爆砍一波 但駱駝 終究還是要被吉兵趕得出來 二... 紫勯 甲殼怎麼辦 四巨頭一開出來了 一邊上來一邊說 右邊的部隊過來 結果打錯了繼續看到四巨頭 覺得自己沒希望後面還有更多肉碼 但我覺得這波他應該也是會打贏 但由於自己的環潤投資手 雖然只剩11隻也沒有黃金可以繼續照了 所以他覺得沒有希望 還是直接打錯了拒絕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看起來都還不錯 Juck這邊有點尷尬 忘記點手推測 所以這邊造成匈奴的經濟完全全面勝利 後期也是因為屈奴羅被殺太多村民 所以導致經濟根本起不太難 沒有辦法 這邊屈奴羅雙線打得比較好 我覺得是匈奴這邊騷擾打得比較好 雖然屈奴羅這邊正面很強 但是沒有工程器 導致這邊正面也只是稍微打一下對方軍隊 就撤退了 一直沒有傷對方的一個重經濟的狀況 那匈奴就一直燒了 導致對手兵力越來越少之後 再開始打正面了 那這個打法也算是相當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幫我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來吧 我們下次見 吧 臺